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爱的来宾 大家晚上好 真的很感谢大家 熟悉今天晚上的宴会 虽然讲 我们知道 国阵 中了黄色恐怖阵 不过我看到今天 有人穿黄衣 甚至有座布还是黄色的 恭喜大家 大家都知道两天前 小弟在 向配件选民的时候 穿上黄衣 某钉钉啊 就给他拉去吃家里饭 这是 这个 是小弟 有史以来啊 第一次 第一次 被警察套上手套 抓进警察车 送进警察机 入口供 透露了整整七个小时 当然 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经验 在这个七个小时当中 我其实很感谢来自各地的支持者 跟关心 小弟的出警 在短短几个小时里面 在短短几个小时里面 收到 甚至的 各位同胞 今天 小弟穿着黄衣 这个黄衣里面 有写着 最主要的今天 我想在 开始时间先谈 今天我们 所要追随的应该是一个正常的政治的竞争 怎样讲正常的政治的竞争呢 我们不要这种污蔑的政治 我们不要所谓 政治公斗 我们要 好像政策的政策的竞争 我讲一个例子 人民联盟 最近 推出这个 成体书 在这个成体书里面 我们 提到很多的政策 包括如果我们真正 我们被除满北大道手飞 如果我们真正 我们要给我们的老师 加薪五百零几 如果我们自证 我们给这个 丁家路州沙发沙扰业 更大的这个私有税 有限有的五巴仙 增加到二十巴仙 等等 这些都是 政策上的 问题交给选民 由选民去决定 是否要支持人民联盟 还是要支持国政 不过很遗憾的 当我们在提出政策的精神的时候 他跟我们谈 他跟我们谈什么 跟我们谈 基建 色情带 各位同胞 今天呢我们看到 你穿黄衣 他觉得恐惧 穿黄衣 他抓 不过 有人拨黄带 没有事 发满了事了 有人公然的散播黄带 到今天 警方还没有发指信找出 到底是谁扑 散播这些黄带 那个黄带我指的是 安华 所谓 他们指着说是安华被录影 在一个 hotel里面和一个寄女的 这个黄带 各位同胞 小弟也看过那个袋子 小弟也跟 看过安华 如果你看到那个 露影带 你就知道说 ok啦 可能那个人的脸 有点像安华 不过 最重要的 你一看他的身材 哇 不得了 他的身材胖嘟嘟的 如果你讲脸有点像安华 我讲那个脸 更像那个 SatrySK 那个Dato T Dato T5 如果你讲那个身材 有点像安华 没有人会相信 如果你讲那个身材 那个男主角的身材 有点像Najin 我讲大多数人都会相信 王拉吉萨 是安华的太太 他最清楚安华的身材是怎么样 所以王拉吉萨最有资格来鉴定 那个人是否是安华 王拉吉萨已经公开说 他确定那个不是安华 任何认识安华的人都知道 那个代不是安华 各位同胞 现在我们看到 那个 上个星期被提供的时候 法庭办了一个 一桌戏 那桌戏 那桌戏里面 在法庭还没有审判之前 他就把这三个Dato T 给他机会审判 让他派那个摄情袋 同时 同时 也让一个 辩护历史 说他有这个美国的专家 来建议那个代的男主角是谁 他说根据那个编户的历史 99.9%是安华 我讲这些 这些所谓专家 不是录影带的专家 这些专家 是车大号的专家 对不对 车大号的专家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 那个人决定不是安华 这件事 并不是关联安华各人的问题 其实 当然我们知道 安华是一个很特殊的领袖 安华能够团结各自的人民 能够团结马来人 华人 印度人一起 在人民年份之下 和国政和不同干人 这个是安华 安华在世界 这个字的舞台 也备受尊重 不过整个事件 并不是安华个人的问题 我想今天我要提到这件事呢 最主要的我想问 几个问题 今天我们知道 那个录影带 里面那个人不是安华 现在 我们知道第一 当这个达到第三个 这三个人被警方扣留的时候 他说 他把这个录影带的正本 全部交给警方 全部交给警方 所以也就是说 他们手上 照理由 没有了那个设行带 没有那个黄带 不过 在他们被透露过后 全部的黄带已经交过警方 第二天 你在网上 你就可以看到 哇 有人在网上 播放这个黄带 不单只是这样 在雪中 每一场 公正党的政治座团会 都有人在现场 分化这个黄带 今天我们穿黄带 他可以抓 这些人公开 发动这个黄色录影带 没有事情 你讲这个警察在做些什么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这个男主角不是安华 我想问你 你讲警察知道 男主角不是安华吗 我敢跟你讲 警察肯定知道 你讲 总检察师 Actonic General Office 知道不知道 那个男主角不是安华吗 总检察师 也肯定知道 你讲 医生不定知道 那个男主角不是安华吗 医生不定 也肯定知道 你讲那个 法官知道 那个男主角不是安华吗 法官 也肯定知道 每个人 在政治 在国政里面的牵手 在这个政府机关 不管是法官 不管是总警长 不管是查案的警官 不管是总检察师 每个人都知道 那个黄色录影带的男主角 不是安华 不过 他还是配合这个三个打斗地步 来演这套技 来忽灭安华 所以 我想提到这一点是 整个事情不是安华的问题 整个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政治制度的腐败 今天 我们看到 警察不能够独立的 来扮演他们的角色 如果我们讲 警察 要犯有什么角色 他唯一的任务 是维持治安 保住人民的生命的安全 保住人民的财产的安全 不过今天 我们看到我们的警察部队 抓黄疑 抓政治人物 污蔑 明年的议员 他做的种 或是保住人民的安全 他做的种 治医案 就是保住国政 保住武统的安全 我们一定要这个警察来做什么 当然我也不会怪 困托老爸的警察 那天把我套上手套的 把我抓住的 我知道是来自新方国内的警察 其实我也不会怪他们 因为他们 受到伤头的指示 伤头的压力 必须要执行伤头的指示 不过我想 在整个世界总警察 部总警察 必须要执行伤头 作为内政部长 都必须要付出责任 我们今天治安政策 他每天来叩叩叩叩 他来叩叩叩叩 不是维持人民的 生命的安全 财产的安全 他来叩叩叩叩 浪费他们保费的时间 来保护国政 保护武统的安全 所以 我讲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当然我们也看到 整个司法制度的不白 所以今天 当我们看到这个防败的时候 不是安华个人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切身的问题 都给大家看 地震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